大家好,这里是妹娘的菜 天气越来越热了,到了吃西瓜的时候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三个切西瓜的不同方法 西瓜去头去尾以后,先把它从中间切开 切成两半 把一半用盘子给它扣住,翻过来 在盘子里,把它先切成长条 然后把它旋转90度 切成这种小方块 全都切好以后,就可以很轻松的拿出来一块小西瓜 再把剩余的一半西瓜分成两半 取出一半再一切两半 用刀像这样两边给它切一下 再把西瓜像这样竖着切 把切好的西瓜倒在盘子中,用刀给它切一下 另外一半西瓜我们像这样,从西瓜皮上再划两刀 切掉两边的西瓜皮以后,把它切成小块 就能切成这种三角形的小西瓜啦 有一个手柄拿起来非常方便 好啦,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三款不同的西瓜的切法 简单又很方便 而且拿起来也不易脏手 这里是没娘的菜 如果你喜欢的话,就收藏转发试试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